拿著獎牌開心拍照 成都市大運網球女單金牌戰 6號上午登場 中華隊19歲女將楊雅一 對上地主隊中國大陸好手郭寒玉 楊雅一雖然拿下首盤 但後面戰況出現變化 大陸選手強勢攻擊取得絕對領先 連續拿走5局 楊雅一以1比6讓出第二盤 這時候雙方戰成了平手 決勝關鍵 第三盤楊雅一換了一套新球衣 繼續奮戰 發球局順利守住 但到了第三局 對手連搶4分破發 楊雅一出現失誤 後續第五跟第七局發球局失守 局面遭逆轉 最終以銀牌作收 當然還是非常開心 但也覺得很可惜 就是之後沒有贏下比賽 第三盤就表示離輸贏其實就更進一步了 當時的壓力其實是蠻大的 沒能一鼓作氣搶下金牌 但是銀牌已經很優秀 他也說也許下一次就拿金牌 其實他一路走來不簡單 4歲開始接觸網球 啟蒙教練是爸爸 家人的支持就是前進動力 父母為了他的網球夢 不斷搬家 尋找適合的學校 從花蓮 桃園 彰化到基隆 最後才搬到台北新興國中的宿舍 持續努力不放棄 才有現在的他 目前他的下一個目標 是放在2024澳網 期盼自己的表現 能夠更加亮眼 TVBS新聞總部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